好了,果然被我猜中,就是... 对不起,对不起 果然被我猜中,果然有断线 算了是,因为我是无法搞定的 因为我是这样的... 没有能力处理的人士 一定要我们的人,我们的认识 因为年老已经是对这些 比较复杂些的处理 是说不到,不过呢 既然拿到一条线 要继续再说 那,刚才说完之后呢 嘉祺之后呢 我们说说省港澳的情况 在广州呢 最早呢 在谷浮 谷呢,就是... 谷物的谷 好 在一个公房近着珠江的河口的 近水 有水运的地方 是一个码头来的 另外呢,就是叫... 另外一个地方叫大沙头 再另外一个地方呢 叫东堤 这些呢 都是面临珠海 珠海呢 珠江河畔 就为之珠海 这些地方呢 就是... 我们所谷的烟花之地了 我们所谷的烟花之地了 烟花呢,就不是我们现在放的那些烟花 不是... 放烟花的那些烟花 而是明写呢 倡记的叶 倡记的叶呢 就为之 烟花之地了 那... 那... 当年呢 在... 清朝末年呢 廣州的... 开始的人口呢 是... 开始多了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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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那... 你那... 那... 繁盛的都市 就必定有很多 来乡别井的海员 或者 走码头的人 这些人很多时候 男人 他们需要 女性的位置 于是乎 在这些地方会多了这些窗热 那不只是 中国这样 大家如果去到荷兰 在荷兰阿米斯特丹 还有几个重要的 海港 都会发现红灯区 就在 水龙码头的附近 当然 这个历史上 历史上是 差不多这些这样的 水龙码头 繁盛的地方 很多时候是充满 忌债充满 食事 娱乐的事业 是很旺盛 夜市 也是很多 那 当年呢 为了管理方面呢 又不准 这些 枪业 是上岸 它只能够呢 在河上 的艇中 来经营 所以呢 港府 有句话 叫卖你落河 卖你落河呢 为什么要卖你落河呢 就因为呢 枪技业是不 不批准在 陆上 经营的 只能够在 河上的艇上 经营 所以就说 为之 卖你落河 又可以看到的 它说呢 埋街 食井水 为什么埋街 食井水 就是说呢 不需要 在 艇上的生活 是回到去呢 土地上 在土地上呢 是不会 就这样打水 食的 就会呢 在家打个井 吃那些井水 埋街 食井水呢 就有 有这个 就不做 有 有 有 就会有 这样 这样 的 说法了 那 当年呢 也有一些地方 在广州市呢 叫陈塘 陈塘呢 这个地方出名了 为什么呢 因为 它是 煙化之地 那么 是 在 现在 广州市 的城 的东北角 跟着 东江 因为 珠江呢 是三条 水呢 都 流入 去流经 这个 廣州市的 一个东江 没有南江的 一个北江 一个西江 那 当年呢 还没开马路 开到去 往沙 四乡的 公物呢 就 运入去 沙基 沙基那时呢 是一条 葱来的 进了葱之后呢 然后呢 就 在那时 这个 沙基呢 就成为呢 交通的 书楼 就 人来 人往 旺盛起来 多了海员 多了 京商的人 也多了呢 嫖客 所以呢 有嫖客 就自然 就有 妓女了 于是那里呢 就成为了呢 广州最出名的 烟花之地 那 现在我们说 香港 烟花之地呢 古时呢 去年三多年的时候呢 就在这个 石塘醉 石塘醉呢 我们一会儿 讲讲 但是这个石塘醉呢 所有的规矩呢 其实 是来源于 陈塘的 是 广州呢 的 风气呢 和他们的规矩呢 是传入香港 那 好了 那 在 文国的时候呢 这个呢 是 曾经有个禁令 但是呢 也有试过呢 有些军阀 比如龙濟光这些 在 试过 我们在 呃 这些枪业里面呢 抽税的 那些叫做 花捐 一花呢 就是 呃 先花一花 捐呢 捐就捐就捐 其实呢 这个就是 抽 记者的税 那 那又 又试过呢 呢 陈炳明啊 这个军阀呢 呃 主政 越 广州的时候 广州的时候 又是 呃 将他 呃 呃 禁枪 但是到了呢 另外的军阀 陈继棠呢 呃 呃 说事的时候呢 又恢复回这个 呃 枪业哦 所以呢 在广州呢 这个枪业呢 就 呃 开下又停下 开下又停下 中间呢 有很多呢 波折 但是呢 无论你是暗的 明的呢 在广州呢 的商业 的 是 一直下来 在 这个世纪 上个世纪开头 这一百年里面呢 除了 共产党统治之外 的 的后期 是全全禁绝之后呢 那里有成 二三十年 都呢 非常猖成 到了呢 共产 德国的时候呢 德国广州的时候呢 我的朋友呢 在广州住的 仍然呢 觉得 在 珠江 的河畔呢 仍然呢 五几年是有 呃 仓业的 那当然后来呢 呢 绝对取消了 但是呢 民主改革 改革开放之后呢 这个侧业呢 在广州呢 也开始呢 又复兴了 是 这个 松松紧紧紧啊 来去去啊 很多这些 这样的 呃 情况 但是呢 那但是呢 这个侧业的历史呢 在广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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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当之 呃 流了下来 很多痕迹的 呃 这个 呃 字幕啊 第一字幕呢 完全写错了 它的指动艇的指呢 就是一张指的指 动呢 就是动动的动 那这个完全错了 指动艇呢 是紫色的指 动呢 就是 山动的动 艇是对的 一定是那只艇 那为什么是指动艇呢 原来呢 当年呢 呃 这些 艇呢 我刚才说了 那些寄管呢 在 这个 河 河 准 准在河那里 开窃了 那 不是就这样 去 去 寄管 呃 享受的哦 那些人呢 就需要呢 是去饮宴先了 那你应酬人 都要饮宴了 那就 将那个 饮宴的那个 酒家呢 就设在 艇上局 艇上局呢 这些艇就不是普通的艇 是比较大一点的 是里面开得几席 或者十几席 那这些艇的 装饰呢 当年呢 是用上等的紫檀木 来都做装饰 啊 紫檀木呢 很矜贵啊 啊 啊 清朝皇室呢 它里面的 座椅啊 家司呢 很多都是用紫檀木 而这些紫檀木呢 是在 呃 呃 比较热大地方呢 才出产 中国呢 出产不多 在缅甸 出产很多 那 那 香港也有紫檀木出现 但是我不说回那里了 有一棵紫檀木 在很近市区 我怕着那些人去砍毁了它 好了 那说回呢 这个紫檀木呢 做的 装饰呢 做一个门面呢 所以呢 叫紫 就是这个 这个紫字的来源 紫色的紫 那就叫紫洞艇 好了 那这个紫洞艇呢 我们又有一句说话呢 会讲的 这个紫洞艇呢 就是 呃 呃 呃 上船 去 饮宴的时候呢 就叫开厅 淡艇 为什么叫开厅 淡艇呢 那些年轻人从来没听过这个说话 老 比较老的人呢 都听过 去 呃 廣州的寄馆呢 饮宴呢 就叫开厅 淡艇 开厅 大家都明白了 就是呢 开一个 现在呢 私家房 大家饮宴啦 有特别的 私家菜啦 来到款待啦 啊 那 开厅就大家明白了 为什么叫淡艇呢 根据呢 呃 我访问了很多个 呃 老人家呢 最终呢 找到个原因了 原来 淡艇呢 淡呢 就是 在上艇的时候 那些公子哥儿呢 首先呢 找一只脚 踩踩那条跳板先 因为它不是在码头上的 是一条呢 是一条呢 木的跳板 搭着岸边 和在船 那你 怕着这个跳板 这个木跳板 是不稳妥 所以呢 那些公子哥儿呢 就用一只脚 去踩一下它先 看看它是否稳妥 踩了两顿呢 觉得它是稳妥呢 那这样呢 就走过这条 木板 上船 所以呢 就为止 踩踢了 开厅踩踢就这样来 那用一个隐喻方法呢 去描写了呢 当日 去 嫖妓 或者 这种 喝花酒 的 的 生活 这种呢 就是 开厅 踩踢 好了 在 很多人的研究 廣州这个 枪业的 论文里面 都有讲及 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初呢 在广州大约呢 有 七八万的 倡妓 如果呢 用 廣州的人口 来比 的比例来说呢 就不算很多 但是呢 这个 行业呢 的 倡性呢 都看到呢 七八万人呢 的倡妓 相当之 大的 行业 那 那 当年呢 在 廣州的沙面呢 廣州的寄冠呢 相当繁荣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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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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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t 那 那 像 那 entendu 那 通常 寄館的寄女 在廣東人來算是老舉 這個舉字其實就是寄 國語普通話的廣東話化 老舉這個字 差不多是一個 一般的名字去講寄女 二十歲以上的 叫老的 老的妓女就叫嫂子 未必是做妓女的 可能是做針殘遞水的 如果只有十八九歲 都算老 這些就叫做橫梳 打橫的橫 梳頭的梳 如果只有十五六歲的 這些妓女在廣州 當年就叫做打邊仔 打呢 就是打架就打 邊呢 就梳個邊 打邊仔 還有一些更小的 十二三歲 或者只有十歲八歲的 都有 這些呢 他們叫做琵琶仔 琵琶仔這個名字 很多時候看電影都見到 為什麼叫琵琶仔呢 因為呢 因為呢 這班呢 這麼年輕 他們未必是出來 經賣身的 這些這樣的 幼年的妓女呢 是由他們的師父呢 教音樂線的 彈琵琶 其中一種 也可能是學 這個楊琴 二胡 或者蕭笛 這些種種呢 都是叫做琵琶仔 那當然呢 他做琵琶仔 的同時呢 很多恩客呢 都會呢 盯住的了 看實際的了 那如果當年 慢慢長大之後呢 琵琶仔呢 終於都會呢 成為正式的妓女的時候呢 也有人呢 會去開始疏弄 疏弄就是 買斷她了 買她上街 做她的外接 或者外防 那這些呢 就是後事了 那這些 妓館呢 就是一些花艇 這花艇呢 又叫做橫樓 又叫做花船 那怎樣呢 使得她 有一個氣氛呢 那呢 在廣州 這些花艇呢 花船呢 就會張燈結彩的 會掛光燈籠 那呢 就在水面呢 反映下來呢 就很好看的 那那些野游的公子啊 那些有錢人啊 或者那些什麼啊 附庸峰也有的 那呢 就 周遊其間 那當日呢 又聽到呢 很多呢 在裏面 的 歌聲呢 很多呢 唱歌啦 很多呢 招呼啦 猜妹啦 喝酒呢 種種呢 都 相當之繁榮 相當之熱鬧的 為什麼叫橫樓呢 因為呢 那些艇 不單止是單層 可能是兩層 下面呢 不單止是布置得漂亮 而且呢 還呢 還 安排了呢 有 玻璃窗的 那 船艙裏面呢 就有 陽燈呢 有陽鏡 入夜之後呢 燈火 光明呢 照亮了所有的 光面了 所以呢 當年呢 也是一個 廣州的 一個奇景來的 那 頭等忌軟呢 即是說呢 消費 相當 那利的那種呢 叫大債 或者呢 中等那種呢 就不能叫大債 就叫小債 小債呢 有另一個名字 叫二四債 二四債 就是所花的錢呢 比較少 那 最下等那種呢 就叫炮債 炮 大家明白了 即是打炮就炮 只是呢 打炮也不是 這個 想去喝酒 甚至乎呢 要作詩淫詩作隊的 啊 所以呢 有首 祝詩詞呢 都講到呢 這個 既仔去到一等的大債呢 八月 炎芳 秋未涼 風流 群 劇 少年長 高流 管中 飲美酒 做光圍 艇女 就夾 明昌 明昌就是明記 但是呢 因為它是連環船 黏住了 不要被暗湧的波浪 湧得它 躺下躺下 一旦失火呢 就好像 當年 這個赤壁火燒一樣 就火燒連環船 一幕 撩起了 那有沒有試過 有 1894年 谷豹呢 有一隻花艇 就起火 但是呢 解都解不及 那些釘 因為連成了一片 連成了 於是一片火害 搞到呢 成為大災害 當年呢 燒完之後呢 隻隻變成燒豬 大家呢 認也認不到 所以祝師祠又說 他說 禍淫福善 離非虛 珠海無情 火一堆 阿相姑娘 好 又斷了 那 只有 下次繼續了 好 多謝各位 收看 拜拜